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11月19日上任的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12月6日和副手萧德义一起启程去了北京 礼节性的拜访中共的公安部 港澳办等 临行前他主动提到了已经对民阵申请的12月8日 就是周日游行已经发出了不反对通知书 说如果当天有暴力事件发生 民阵应拿出勇气谴责 那在随后 今天下午的这个记者会上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对邓炳强进行了呛声 他怒对港警一哥 有没有勇气先谴责警报 外界认为邓炳强虽然批准了民阵游行 但实际更阴险 也更残忍 邓炳强表示 从6月至今 多项大型公众活动都有暴力的示威者 或暴徒歧劫活动做出违法行为 他说周日公众活动的主办单位 当遇到暴力事件时拿出勇气谴责暴力 陈子杰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向邓炳强进行了会计 他说 一哥似乎是自己在告诫自己 因为警方的暴力程度早已经超出了人道范围 他反问港警一哥 有没有勇气先谴责警报 刚在趋选胜选的新科议员 那就一定有冲突 而没有港警的时候呢 比如8月18日违援170万人流水式的集会 没有任何冲突 更没有暴力 谁是不安定因素呢 谁是暴力因子呢 民阵呼吁香港人都来参与这次 守护香港合理同行的游行 向政府展示民意 声明表示 香港人星期日三点违援舰 有估计认为这次游行人数可能会再次超过100万 大纪元和新唐人也会一如既往的站在港人身边 全程直播 邓炳强这次进京 公报说是礼节性的拜访 但人们更相信他是进京领命 当面接受主的训事 林郑去了一趟北京 回来就强推禁蒙面法 警报严重升级 那这次邓炳强周日返港后会不会有什么行动呢 相当值得关注 从他任职港警老二的时候 铁腕镇压手段这一点来判断 他血腥镇压的这个立场可能不会有改变 正所谓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别看他说的好听 什么发出了不反对通知书 什么警方有多方准备等等 实际他是一个嘴甜心狠 口腹蜜健的人 法广指出 他和前任卢伟聪一样 都是双手沾满了年轻人的鲜血 卢伟聪任警部处长的时候 邓炳强是港警老二典型的鹰派 镇压反送中 他负责具体实施 在他的代号骑士的镇压行动当中 前线警员的行为不受任何控制 镇压手段令人发指 也很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 他才得到北京认可 接替58岁就下台的卢伟聪 在他上任的第一天 成印大纪元时报的印刷厂 就遭到了歹徒假扮黑衣人放火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被黑衣的蒙面歹徒袭击 而这两宗只是新的两桩罪案 在他的指挥下 半年的时间 港警抓了近6000人 最小的11岁 最大的83岁 警察在警署内殴打 强奸 轮奸的指控接连不断 警察打死人的消息也屡屡传出 另外他还亲自督镇铁桶围城理工大学 为涉嫌开枪谋杀的警察辩护 给下班的警察配备伸缩警棍和胡椒喷雾 使香港变成了警察社会 有一个事听起来 有点像黑色幽默 《立场新闻》报道 化名叫梅的朋友 是一个准警嫂 也是一位合理妃 多次亲眼见证过这个警报 他的未婚夫交往了8年前线的防暴警察 因为未婚夫的职业 梅的朋友开始疏远他了 好友兼伴娘也在犹豫是不是出席他们的婚礼 没认为自己的婚礼不被祝福 于是要求未婚夫辞职 否则就分手 他虽然相信未婚夫不会殴打示威者 没有伤害他人 但是对同袍施虐视而不见 放弃良心的人 这样的人无法与之相处 这个事说起来有点令人伤感 但是确实实实在在证实着警报有多恐怖 我的朋友李大宇接到过不少的爆料 一位叫妹妹的朋友说 每次申请获发不反对通知书 都绝不代表参加的人能够平安回家 他说太多次获发不反对通知书 但集会没有开始 已经见到的大批防暴在守候 集会没到一半时间 防暴就开始赶人走 甚至封锁集会一带的道路交通 围困集会人士 防暴是表面上大叫游行人士离开 但实际人们根本就走不了 无法离开 警察实在知道假象 让外界以为是游行人士不肯离开 警察迫不得已才清场 妹妹说 这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 共产党就是这么出尔反尔 这个政府就是这么卑鄙无耻 黑暗的叫人心寒 从妹妹的爆料来看 警方批准周知的游行 会不会有什么更深的阴谋呢 我们提醒港人一定要多加提防 我们期待着所有参加游行的人 都能够平安回家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